这个少女年仅15岁就坐拥亿万资产 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富婆 结果才刚走着人生巅峰 就被召唤到了异世界 好的系统给她开了个挂 让她拥有一套无敌的熊熊套装 尤奈各着这套玩偶服 在异世界大杀四方 连光都给她几分面子 最近她还把自己在异世界的经历 画成了漫画 出本子畅销全国 王室小公主都迫不去再想看后续 不过尤奈还是先跟着飞纳上街了 接下来每个人都非常热情给她打招呼 松饼这种甜品都是优乃交易世界图著做的 和甜甜的蜂蜜简直是绝配 而负责广连这家餐厅的菲娜妈妈和商会会 这样最近遇到了麻烦 说是他们采集蜂蜜的蜜蜂树 被魔物给占据了 这样一来 蜂蜜的采集难度大大提升 想要继续供应蜂蜜类甜品 只能涨价 或者干脆撤销那些甜品 可是来到店里的小孩子们 都非常喜欢制造熊熊松饼 会长和菲娜妈妈 都不希望看不到他们的笑容 结果优乃的重点就歪到了蜂蜜树上 原来一世纪竟然有蜂蜜树这种东西 数十万只蜂蜜会在整棵树上树潮 也想到那个画面就非常吊散 这次找了的魔物 据说是伴手人 他们已经少把给冒险者孤会了 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将能逃跑成功 为了让小孩子们继续吃到熊熊松饼 优乃当即站起来 准备去工会问一句 经过得知 现在还没有人接这个任务 因为占据蜂蜜树的伴手人有一大群 任务难度并不算低 这种时候就连到幽奈出马了 立刻接上熊熊前往蜂蜜树 和他想想的画面一样 据说之为 恍然是大人的蜜蜂 而在树下则是一群疯狂赶奋的伴手人 因为刚小时候赶走他们 就突然看到几只熊错了上去 因为他对熊这种生物比较敏感 注意到那几只熊的身上都遮掀了伤痕 并在试图个伴手人争抢地盘 毕竟是同类 两只黑白熊就朝幽奈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就在这时 那只伴手人又拎起了一只小熊 所有意义将将小熊踹飞出去 一家三口都不放过 幽奈再也看不下去了 直接冲上去 用自己的拳头抵挡住伴手人的目棒 尽管知道熊也有可能攻击人类 但是面对欺负小熊的场景 他是无法无动于衷的 会用外挂的幽奈三两下 就定去伴手人尽数解决 就算是完成了冒险人工会的委托 不过他又担心 接下来蜂蜜树又会被那些熊占领 先给就对熊治疗了一下 小熊感受到了幽奈的善意 就贴贴向他表示感谢 幽奈看小熊并没有恶意的样子 就请他们不要攻击采集蜂蜜的人类 没事呢 这些熊就好像听了懂他的话一样 还引领幽奈去采了一些蜂蜜 所有幽奈带着一大罐蜂蜜回遇到了工会 并且说明了那几头熊的情况 只是一个大叔走了过来 听到幽奈和前台小姐姐对话 还为他把那几头熊也给干掉了 立刻露出了沮丧的表情 告诉他 那几头熊曾多次救冒险者 一模模的水火之中 正是为了熊的保护 他们才能安心的种花生产蜂蜜 作为回报 也允许熊取走一些蜂蜜 算是忽利忽惠的状态 之所以没有及时向冒险者工会说明这个情况 是因为害怕领主吓得讨伐熊的命令 现在得知 幽奈并没有伤害那几头熊 他就放心了 之前那位领主欠了幽奈不少人情 没想到刚好有点领主带着诺雅来吃甜品 诺雅一见了就扑到幽奈怀里 接着又看到了桌子上放的熊熊松饼 立刻露出了向王的表情 能和幽奈姐姐一起吃松饼 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不过他知道姐姐跟父亲有事要谈 就贴心的拉着飞奈跑到一边 领主拿起自己的妻子和大女儿 从王都寄来的信 说是他们想邀请幽奈再去王都玩一下 刚好公主想开的本子后续已经完成了 幽奈就答应了下来 然后梳理一下蜂蜜树和那几只熊的事情 这种小事 领主当然是异口答应 又说明了一下隧道的进度 不久之后 幽奈在港口城市认识的朋友 也可以来这边开店了 没过几天 幽奈就去了王都 最受小姑娘欢迎的大姨一见王都 就被弗拉拉抱住了 国王和王后的态度也很牛善 都把幽奈夸得不好意思了 赶紧拿去了今天准备好的熊熊松饼请他们吃 不过对于国王来说 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之前晚餐吃过的布丁 在这的老夫老妻的一赞设下 幽奈无奈地表示 自己会把食谱留给王公料理长的 到时候国王就能天天吃了 接着又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熊熊画本 什么都是幽奈在异世纪的经历 在小朋友之间变得非常受欢迎 不少王公跪着的孩子也在弗拉拉的传教之下入坑了 幽奈本来羞耻的不行 感觉大射死 但是看到弗拉拉那么认真的读自己的画本 突然有些感动 就答应可以在城堡之内发放 领主的妻子 也就是王公的大魔法师 艾雷罗拉立刻笑眯眯地答应了下来 还说完成之后可以给优奈送过去一线 优奈现象大个不必 那总觉得这个女人笑眯眯的不安好心 国人把师部给了出身上之后 艾雷罗拉就徒穷必见了 昨日想让优奈 带让王族学校学生的护卫工作 因为学生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 马上就要去外面实习训练了 以此来锻炼他们的心性和各种能力 担心孩子很多都是有贵族家的 说好听点是高傲 说难听点就没有礼貌 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冒险者带他们 艾雷罗拉觉得 优奈和他们年龄相仿 实力也没有问题 简直是最合适的人选 如果优奈答应的话 王公会给他很多的仇敬 以及艾雷罗拉个人会欠他一个人情 优奈思索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下来 结果到了带实习生实习那天 优奈的床上不哭起来 还被他年龄小的菲娜妹妹安慰劝解 优奈只要从床上爬起来 传送到了王都 他负责的是艾雷罗拉的大女儿西娅之族 一方万一 现在艾雷罗拉确认有没有好好跟同学老师介绍自己 然而听完艾雷罗拉那些介绍 他总统的学生们肯定对自己有些误解 此时的优奈在随时眼中 大概是一个又酷又厉害的大姐姐 现在想到会是个穿网袜服的美少女呢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 反正优奈在异世界已经经历这么多事情了 但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可以带上自己的两头熊 很快就要到出发时间了 艾雷罗拉先带了优奈去那座学校 校长确认了优奈的实力没有问题 最后便叫了他负责的这座学生 分别是骑士家长的孩子 玛丽克斯 宰相家的儿子提摩尔 上流贵族的女儿卡特雷亚 以及最后一个西娅 除了西娅以外的学生 一看他们的带队老师 是这么一个看起来不靠谱的网友服少女 立刻怀起了优奈冒险者的身份 不要确认一下他的冒险者卡片 优奈不好意思地逃出了自己的身份卡 发现上面的职业写着熊 这下学生们更加不信任他了 甚至还问艾雷罗拉 万一这个带队老师有什么三长两短 应该不算他们学生的责任吧 好家伙年纪不大 口气不小 在你们面前的 可是穿越到异世纪的龙傲天了 被这个学生如此不留情谓地批判了一番 优奈现在只想回家瘫着 但并没有突出什么 和这个学生踏上了失息的道路 虽然我以为优奈是哪个贵族家大小姐 去了体验生活的 卡特雷亚和西娅 还是很快被两头小熊吸引了 几个人之间暂时没发生什么争执 不知不觉 太阳快要落山 他们找了一天是个扎营的地方 不得不说 这几个学生非常优秀 不如优奈指挥 就各自分好了该干的事情 有去确认水源状况的 有准备饭菜的 还有剪柴的 也不想提醒那些小细节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安排人人留置班 优奈感觉自己这一趟来的 没有任何用处 尽管如此的睡觉 还是提醒来这小熊 一旦感受到魔物 或者到此就立刻提醒他 睡了一会儿后 到了西娅的班 尤奈不想看西娅 一根屎的篝火 抱着熊熊过来陪他 就这样安全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他们又继续前往目的地村庄 半路上 查语到五只魔物 正在向这边靠近 尤奈担心学生不相信自己的话 就让西娅帮忙转大 所以我解释一下 他那两只熊 拥有特殊能力 可以为大家冲到护卫 两个男孩 虽然看不惯关系过 但还不至于分不清轻重还击 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接着哥布林一过来 就齐心协力被迅速解决 接着后还互相称赞了对方 竟然也能证明 两头熊是真的可以发现魔物接近 玛丽克四边来到尤奈面前 为自己刚刚不相信他的话而道歉 原来你小的也是个傲娇啊 尤奈并没有把学生的话放在心上 而是注意到 刚刚几个哥布林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 但是目前没有别的状况 就没先告诉大家 到了傍晚 他们来到了目的地的村子 村民们一看到尤奈的熊熊套装 经过这两天的相处 卡特雷亚已经接纳了尤奈的存在 并察觉到尤奈和西娅应该是很早就认识了 西娅也没想到会不会队友发现 她打算把这个当成自主训练的可听呢 就请求卡特雷亚暂时不要告诉玛丽克斯和提摩尔 最后两个少女一人抱着这只熊睡了过去 尤奈帮他们盖上被子红 村外面跟菲娜打了个电话 两天没见想的话呀 虽然尤奈还没说自己这两天的经历 菲娜确实在语气中 察觉到她应该是很高兴的 接着一开始 尤奈的确在偏见看几个贵族小孩 没听到这几个孩子竟然这么靠谱 最后菲娜为了尤奈加油打气 说了几句挂的电话 随着一颗流星划过天边 乌云盖嘴的星光 一些危机正在悄然来临 第二天 大家一起参观了村子 这个村子盛产残丝 而随时的任务 就是用小麦换取这里的残丝布皮特回到网路 西娅和卡特雷亚已经特地被尤奈折服 连挑选布皮特斯考那种化色 更是给她做衣服 这样玛丽克斯和提摩尔越发不爽 因为前段时间 王都被魔物攻击 据说是一个冒险者 大大魔物保护了王都 他们想听见打听一下 到底是哪个冒险者 最后跟来的 确实优奈这个关系户 交伙他们还是太年轻 殊不知 他们心心念念的冒险者就是优奈 做到这时 村长的儿子急踪踪的汇报 说魔物出现了 学生们来活了 立刻学来龙去脉 说是残潮的附近 出现了哥布林 还有几个人没困在那边的小屋 他们村子就指望着残死生活呢 如果不及时把魔物赶跑 残潮很可能会被毁掉 那些村民也会受到伤害 可现在来不及 护照城里的冒险者 玛丽克斯自告奋勇地 帮助村民剿灭哥布林 种人就迅速跟着村民 前往残潮 结果还没到目的地 就遇到两只哥布林 好在被玛丽克斯和西亚 一人一刀给解决了 小屋已经静下跟前 西亚就提议 大家先在这里整顿一下 他们光是赶路 却消耗了很多力气 如果贸然行动 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大家休息一下之后 才继续赶往小屋 那里已经被一群哥布林 给围住了 军师们就像上次一样 齐心协力在战斗 玉奈看他还能应付 就站着旁观 是不是提醒下又来了几只 经历了一番战斗 总算将这边的哥布林 尽数消灭 里面小屋的人 也安然无恙地出来了 知不知道为什么 哥布林会突然成情 绝对地跑到这里 而且他们给人的感觉 并不是想要破坏小屋 而想要赶紧进去一样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立刻让所有人快跑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一时旁边的怪物 瞬间服装下来 一击破坏了小屋 尤其是哥布林 生存了下去 终于这才明白过来 哥布林是他夺之的黑火 玛丽克斯的目光 对准了黑火的眼神 对方仿佛在说 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 都怪他提 让大家一起过来救人 现在怕是要全军覆没了 但作为骑士长的儿子 他要负起责任 当即表示自己来当幼儿 让大家趁机逃跑 明明知道 以他们限制的实力 基本没什么生活的希望 就还是敢于站出来 优乃对这样的小孩非常欣赏 紧接着 提摩尔也主动提出 要陪玛丽克斯一起留下来 尽管他们的手 都已经骨子低地颤抖了 西亚赶紧碰了碰优乃的玩偶服 向他偷去求助的目光 优乃当然不可能 眼睁睁看着学生们送死 将俩人拉了回来 告诉他们逃跑是没用的 因为只有几百头黑虎包围了这里 接下来是冒险者出城的时刻 就让两头熊 一边牵制黑虎军 一边保护好大家 就在独自迎战黑虎 刚刚还狂得不行的黑虎 连幽丽的异久都碰不到 就被一巴掌扇了过去 不就是几头黑虎 加斯特索索了 甚至在优乃战斗的时候 西亚还有心思为大家解说 告诉他们 优乃的履历可不是课金买来的 王独被魔物包围那次 你们知道吧 解决那场危机的就是优乃 如果一开始西亚这么说 马列克斯他们肯定不相信 但现在他们不得不信 因为他们亲眼见证 他游刃有余的 击败了那次黑虎的首领 现在还要去解决 森林里藏着的小喽喽 看着优乃离去的汹汹背影 马列克斯突然对他 升起了崇敬之心 优乃小姐仅凭一人之力 与魔物相抗 如此强大的高尚 简直就像是骑士一样 不会好想成为这样的人 小伙子你完了 你就是爱河了 由于优乃出手 那些小罗罗也很快被解决 不过接下来 他们还要跟着村民 确认一下残潮 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事 结果一举之力 干掉摆脱魔兽的优乃 居然被蛆虫残虫给吓到了 谁能想到 一世纪的残监这么大个儿 回到村子后 马列克斯和提摩尔 也来向优乃道歉 他们之前侵蚀优乃 觉得他是关系货 可优乃却大处地救了他们 这样这个学生又羞愧又感激 这种事 优乃当然不在意 毕竟穿着这些熊熊套装 谁看了都觉得不靠谱 就大家带着换脸的布匹 回到了王都 还有带了其他的队伍 带队的冒险者 正是优乃之前组过队的 那组的学生 看到他的装扮都没说什么 马列克斯就迫不及待地站出来 维护自己的正名人 有些人校长汇报了一下 这次的实习内容 优乃这个学生们告别了 没止呢 刚和爱罗雷拉 聊完这次教书与人的感受后出来 就被那个学生 拉去参加庆功宴 一直到晚上 才回到自己的熊熊小屋 果然还是自己家 待着最舒服 更何况还有菲娜 这个贴心的小妹妹 最近优乃的城镇 和那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隧道 马上就要开了 优乃在那里教好的朋友 安斯他们也要过来 一生他马上就能吃到好吃的海鲜 他就有一些迫不及待 接着又去了孤儿院一趟 给院长借下了个帮手 毕竟这么多孩子 他们打起来也很辛苦 优乃之前帮过孤儿院 所以孩子们都非常习惯他 学历听优乃绣了一块垫子 上面有他代表的熊熊 优乃设下垫子 表示自己会好好珍惜的 这时安斯他们也过来拜访优乃了 优乃介绍他们和孤儿院的院长 互相认识 以后如果有时间 也可以来这里帮忙 孩子们并不全在孤儿院 还有一些在优乃开的店里打工 所以晚上 优乃就在一些面包店里 招待了安斯他们 小朋友们都穿着熊熊套装招待客人 吃饱喝足后 安斯再想起来 他没有来得及订旅馆呢 好在优乃早就为他们安排好了 就是专门为安斯开的那家新店 一楼作为店面 二楼可以供大家居住使用 最后优乃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 第二天就在这非奈妈妈前来拜访 提米露娜是优乃手下店铺的经理担当 正在和安斯讨论开店事宜的时候 想和会长突然闯了进来 只是一搜送合纸过来的船 已经到达港口了 船上运送的 正是优乃心心念念的大米 除此之外 还带来了那位店里准备的制服 特别是可爱的熊熊套装 这种东西小朋友穿穿也就算了 他们大孩子可不想穿 优乃就想起来 雪莉为她绣的那块垫子 就干脆提议在普通质为上绣上熊熊 这样能代表他们店的特色 而且在她穿起来不用怕尴尬 安斯他们一直同意这个建议 优乃就回孤儿院找到了雪莉 然后在她一直去采访店看材料 可雪莉看起来似乎并不太开心 只是觉得这样能帮上优乃的忙才跟过去 不过她看她店里各种各样的材料后 还是新生向往 店长人也特别好 对着雪莉向自己制作 就表示可以教她如何做围裙 这样她就能亲自为优乃的店制作制服了 于是雪莉在裁缝店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 因为她最近都忙于学做衣服 孤儿院的其他孩子就主动承担了 她养孤儿鸟的工作 终于雪莉完成了所有制服围裙 每一条围裙帐都有她亲手术的熊熊 她将围裙带回了安斯的店 大家看起来都非常的开心 可雪莉却就扯不出笑脸 接着头和佑奈打了声招呼 就回到孤儿院 佑奈察觉到雪莉的心情 似乎有些低落 就赶紧追到了孤儿院 来到雪莉的房间 现在亲自表示了感谢 问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雪莉就告诉佑奈 在封建老板问她要不要在店里实习 这对于雪莉来说是一个机会 她自己也很喜欢做衣服 可之前跟她在约好了要照顾孤儿鸟 如果遵守约定就太过分其他人了 她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佑奈摸着雪莉的图安慰 这种时候 当然是要问一下大家的意见了 只是商量商量 他们肯定不会生气的 雪莉就鼓起勇气 孤儿院的大家说着这件事 表示自己并不想被打破 一起养姑姑娘的约定 只是她无论如何 都很想学习裁缝 没什么的根本没有任何人能指的她 反而鼓励她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们也很喜欢看到 一座裁缝牛专注认真的雪莉 在大家的鼓励下 雪莉终于下定了决心 而熊熊食堂也一切准备就绪开业了 这里供应的饭菜 都是平时在镇子上吃不到的 比如饭糖和海鲜盖饭 原材料则是从隧道运过来的 看着镇子因为自己的缘故 一点一点的变好 好朋友们也都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尤奈心里非常欣慰 开心店的事情告一段了后 尤奈拿出了上次打走的黑虎尸体 请对菲娜帮忙解踢 给黑虎的皮太硬了 菲娜把铁制的刀根本砍不断 这种小事当然毫无解决 尤奈提出 帮菲娜搞一把更好用的刀 两个人去了矮人科的锻造物 则是他们要接体黑虎 店长提可以搞一些秘银火来打刀 这可是一世界直径的最强素材 尤奈这个游戏大佬瞬间眼睛就亮了 赶紧表示自己想一把秘银刀 刚好最近矿山出了事 放水群都挖不了了 店里还没有秘银库存 估计也就王都那边还能买到了 这对于尤奈来说根本不算事 并且他可以直接传送到王都去 一听说尤奈可以传送 店长立刻把矮人老公拎了出来 让他们矮人通租扎尔介绍给他们 于是尤奈带着介绍信和菲娜 去了王都的锻造物 没时他刚好的半路上 碰到放学回来的西娅他们 除了准备去附近的森林里 守了某偶积累经验 所以尤奈正在找一家锻造店 竟然直接把他们带了过去 所以回里 尤奈让他们把两个熊刷了个爽 随后才进入锻造物 这店长告诉他们 他这里的秘银也库存不足 看来只能自己开采秘银了 尤奈问了一下具体的情况 说是由大量的某偶从洞窟里钻了出来 尤奈和菲娜就一起去了一趟冒险的工会 这把秘银舰他非要不可了 一进去就被一个壮汉为难了 说他们俩一个是小孩一个是宠物 宠物指的是谁不用多说 这小的竟然想对菲娜动手动脚 尤奈上去就把他的脏手拍开 截止又作废了其他围习的冒险者 这时候工会长在山山来迟 尤奈认出来 这是之前跟在国王身边那位魔法师 会长去那些冒险者 最好不要惹这个小姑娘 你们加写了为过他一个人打的 尤奈干脆问了一下会长 关于矿山的情况 没想到埃里洛拉也刚好过来 正是为了这件事 说是已经有一队冒险者去了矿山探索 单位的魔偶数量远远超过域区 而且其中有一只实力非同寻常的 不过冒险人一般只接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所以至今只有两只小队亲往矿山 再这样下去的话 王公可能会出动骑士队 一听到是这么危险麻烦的事情 非那干脆想劝尤奈回去吧 也不是说非得灭烟剑 才能解剖黑火 但优奈已经燃起了对秘营剑的渴望 说什么也得搞点秘营回来 主动请向矿山探索 这样的话就不能带菲娜一起去了 埃里洛拉表示 可以把她带回自己家 结果这小姑娘听了优奈的文笑话 开始脑补自己 是需要被勇者拯救的公主 只有优奈灭的全部玩偶 才能带她回去 而埃里洛拉和西亚木女 就是恶魔巫婆 会趁优奈不在 对她上下击手 而优奈灰完菲娜 就迅速前往矿山 发现矿山附近的城市 一丁点活力都没有 连她这种穿玩偶服的 奇怪少女都不在意 跑在半路上遇到老收人 是之前并肩作战过的 冒险者小队 则优奈也是在讨伐魔偶的 这些小队告诉她一些情报 他们明明已经打败了不少魔偶 可是到了一定的时间 都有恢复原来的数量 黑森应该跟矿洞们 在动到最深处 发现的不明魔偶有关 当时的矿洞里还没有魔偶 做到之后 矿洞里就源源不断的 产生魔偶了 而且越往洞窟深处 魔偶就越强 靠在最里面的钢铁魔偶 就让他们也感觉到棘手 这样优奈也觉得很麻烦了 不过今天天赛一晚 她就暂时留下了 和这对热情的冒险者们一起了 只有明天再前往洞窟 正说着 另一只冒险的小队也回来了 看他们装备的配色 优奈突然产生一种 前世看过各种子宫像动画片的即视感 这是什么笨蛋队伍 而且领袖的红毛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竟然把优奈当成了宠物 然后和队友们肆意的嘲笑 又告诉杰德 他们今天打倒了三只钢铁魔偶呢 优奈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嘲讽 并未把红毛的话放在心上 吃饱后多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殊不知 他的好妹妹菲娜 已经沦为了三个女人的幻装娃娃 第二天 优奈这个杰德小队来到那个矿洞 首先睡在面前的是泥土魔偶 这种魔偶比较不堪一击 只要去除或者破坏体验的魔尸 就能打倒 魔尸也可以拿回冒险人工会换钱 除了之外 也能削弱魔尸的魔力 让魔偶自己听着活动 紧接着 他们遇到了严实魔偶 在幽奈的熊爪面前 同样是不堪一击 他们一路过五关闯流降 终于遇到了传说的钢铁魔偶 不过在冒险者小队的 齐心协力合作之下 第一只钢铁魔偶 很快被他们斩杀了 因为两人的武器都是秘银做的 这样幽奈更加心动了 当然并不是只要有秘银装备 只能斩断钢铁魔偶 还需要一些实力和技巧 这不巧了吗 幽奈最不求的就是实力和技巧 原来在打等一只钢铁魔偶之后 他们遇到了笨蛋小队 他们正在和一只浑身银白色的魔偶技战 应该就是这里洞窟里的魔偶boss了 笨蛋真的那么猛烈的攻击 居然让他毫无法无伤 幽奈扫墨了一下 发现了星星的表面竟然是秘银 这样的话 笨蛋部的一心人可不太妙啊 杰德他们主动上前问需不需要帮忙 但是对方非常逞强 杰德小队关了一会儿站 就无聊的回去了 反正只要汽车撤退 他们应该不知有什么危险 只有幽奈一个人在心里默默的盘算 要是能打倒这只魔偶 他肯定就能入手命营了 当然现在还是跟杰德他们活跃在说 几个人讨论对此的时候 笨蛋部队回来了 看这番狼狈的模样 肯定是失败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是他们冒险者能做的了 还是要趁早把这只汇报给王公比较好 警员他们派出骑士部队过来剿灭魔偶 结果当天晚上 优奈就依然来到海边 并在这里做起了实验 第二天一早又独自前往洞窟 为了不引起洞窟的坍塌 优奈必须储存实力来战斗 所以他需要高效地抓住敌人的弱点 威斯德昨天晚上就是在练习 把魔力转化为电击的作战方式 让电击贯穿魔偶的身体 直接攻击魔石 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效率 很快就把所有的钢体魔偶都收拾完了 最后就是作为BOSS的秘义魔偶 优奈如法跑至打了一发电击熊熊掌 美身的魔偶依旧毫发无伤 并迅速着优奈冲轮过来 幸快他及时展开了传送门 将魔偶传到了海边的空地上 这样就不用担心洞窟担他 可以肆意地使用全力了 优奈对冰魔偶展开了一系列高输出的魔法 对方竟然还能勉强动弹 就干脆进行物理攻击 用一发电击熊掌 砸碎了迷魔偶身上的魔石 就想魔偶收进储物袋中回去了洞窟 正准备离开 就将两头熊扒开了地面 里面有两颗圆球 在看到雪原球的一瞬间 优奈就收到了神明大人发来的邮件 说偶尔会为他准备礼物让他记得找 原来洞窟产生魔偶的妄想之缘 就是因为这两个球 而优奈也是导致事情的原因之一了 只要任劳日愿地 将洞窟的所有魔偶尽数消灭完毕 到了傍晚他浑身疲惫地回到旅馆 结果他们总往喝得多 这会儿才刚起床 优奈告诉他们 自己已经打倒了所有的魔偶 请进云天去确认一下 说完后在爬车道上睡了过去 笨蛋不对一听就不乐意了 我们五个人都打不过的魔偶 你一个宠物怎么跟他打倒呢 优奈拦着他们废话 直接一发电击试了过去 笨蛋洪家是当场云爵 优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就在旅馆等着冒险者们确认回来 确认洞窟里是真的一只魔都没了 笨蛋不对 不好意思再嘲笑优奈 甚至还邀请了加尔他们 优奈瞬间挠不起了一些羞耻pose 然后果断回绝 随后将汇报公子的事 告诉了杰德他们 自己急着迅迅赶紧回了 埃列罗拉那里接人 菲娜一看到优奈就激动地扑了上来 委屈地诉说着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 不仅要被迫换上漂亮衣服 还和国王大人会面 还和西亚大人一起洗澡 还要被女婆小姐姐从头贴心关照 小姑娘我怀疑在凡尔赛 不过优奈都是非常的理解她 赶紧给菲娜道歉 菲娜当然能够理解她了 毕竟一开始 就只是因为想把她做一把命运刀而已 和埃列罗拉他们一家人告别之后 优奈就在这菲娜准备回家了 临走之前 埃列罗拉送了她一把 雕刻着弗许罗塞加加汇的刀 这意味着持有人背后 有弗许罗塞作为靠山 万一遇到什么麻烦 只要展示这把刀就行 优奈当然是开开心心的收起了刀 有开门下的问埃列罗拉 难得不担心 她滥用贵族权力做坏事吗 埃列罗拉并没有直接回答 主要问菲娜觉得她会不会做坏事 菲娜三人开启了对优奈的夸夸模式 大肆称赞优奈是一个多么温柔的好人 都把人家夸得不好意思了 接着两人回答一下断造物 优奈也将一谋交给她 慢慢她断造两把战斗用的匕首 菲娜的接体刀回去才说 一位店长知不知道 这两个球是什么来历 可是店长也看不出来 不过她告诉优奈 这个师傅可能知道 只是师傅在矮人之城 想过去并不容易 你和这个幻想 作为你的经典地名 优奈瞬间把持不住 想立刻过去看看 店长就答应会给她写一封介绍信 百名一摸我六个店长之后 优奈和菲娜就开始 王都在街上逛街了 没想到路过 莫林小姐的店时 看到一个小姑娘 只能自称是莫林的大侄女 优奈告诉她 你的母女 现在在另一个城市里 看面包店呢 并没有说实在给自己帮忙 而是借离对方一袋子钱 让她自己去找莫林小姐 现在一切尘埃落定 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天优奈在逛街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熟悉的水果 立刻买了一大盆草莓回来 准备用这个点 做的奶油蛋糕 馋死一世纪的土著 可是做法她有点不太记得 只能不断尝试 让两头熊帮自己试图 几乎视力一天 都没有做出记忆中的味道 反而可把他的王老夫给冲爆了 第二天 菲娜和妹妹过来探望优奈 看到的就是人仰循环的场景 刚好优奈又做了一整个奶油蛋糕 又邀请菲娜和妹妹来品尝一下 两人是第一次吃这种甜品 白色的奶油入口即化 你们还夹在着草莓的清香 又软又甜 吃一口就欲罢不能 吃完之后 菲娜提醒优奈 今天要去取命运刀 拿了刀 他们就可以接体黑虎了 这才是那冒险的工会公开接体 因为黑虎非常的稀有 想知道冒险这个接铁人 也能见识一下 菲娜深呼了一口气 随后将命运刀插入黑虎的尸体中 虽然看起来有些勉强 但还是长期成功的解剖开来 这足以证明菲娜的接体技术 如果没有一定实力的话 就虽然用了命运刀也切不开的 就让优奈非常的欣慰 结果一回家 优奈就为菲娜的妈妈给教训了 已经命运刀是非常贵重的东西 怎么可能亲人一举送出去的 而且还给了妹妹送了一把 优奈连帮保证 那两把刀都放在自己家里 只是他们需要才给他们 睡完后又送上奶油蛋糕 作为道歉补偿 尝了一口奶油蛋糕 为男妈妈就再也生不起气了 还提议把这个蛋糕 做做新产品卖出去 奶油蛋糕的魅力竟然恐怖如此 临时两个人一起去了面包店 刚好抓见莫林小姐的大侄女 他们也是热的知道 原来优奈是这家店的老板 就请求优奈让自己留在这里工作 想要学习如何做的面包 既然是莫林小姐的亲戚 她当然是一口同意 然后又做了一个奶油蛋糕 让大家一起品尝 不过听说优奈想把这个当做新品 莫林却露出了为人的表情 因为他们店要做的面包 种类数量都已经很多了 根本没有时间再做新品了 大侄女就自告奋勇说 就她来做这个蛋糕 毕竟这么好吃的甜品 不能放在店里卖 实在是太可惜了 优奈和莫林小姐点头同意 接着优奈 一朵没吃完蛋糕 送了一份给诺雅 妮博姐姐也分到了一块 评价虽然有些甜 但是刚好和红茶很搭配 两人给出的反馈 都很有参考意义 这会儿自然也要落在大侄女头上 可大侄女硕士们不敢去灵柱火上 所以最后只能和优奈菲娜一起学了 许愿再交给她 两个人又回到了诺雅那里 开始学习红茶 刚开始尝试的时候 经得会有各种的小问题 要么就是茶叶放少了为了点蛋 要么就是煮过头了为了有点色 一部小姐姐就一点点的教他们各种技巧 菲娜还非常认真地做了笔记 好不容易有了一些进步 没事的灵柱突然回来了 但是优奈他们正在学习 如果泡红茶 非得留下来尝一下 优奈和菲娜就各泡了一杯给她 林祖安然面色严肃地喝了一口红茶 又吃了一口奶油蛋糕 接着喝了另一杯红茶 最后再给出评价 勉强及格 搞得优奈还有点小失望 她自以为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诺雅就安慰她 父亲这么说就是很不错的意思 女婆姐姐和诺雅也分别给他们及格分 一天后 优奈就在艾尔老板那里拿到了秘银双刀 迫不及待想那天手 当初老板反对是秘银摩尔放了出来 当然所有人的面 瞬息之间将其一只手斩断 紧接着又用所有人都看不清的速度 把巨大摩尔切了个四分五裂 围观这一幕的人大感震惊 这可不仅仅是秘银刀的功劳 若没有对魔力子掌控 达到出身入化的地步 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的 优奈还在那里谦虚 这是老板的刀做的好了 然后就在这招待信离开顿造物 又去找赖列罗拉一趟 想说明见见公主殿下 公主和女婆都在庭院里玩 优奈便招着两头熊跟他们一起 结果国王和王后也非得过来凑认了 优奈只要亲自为他们做蛋糕泡茶 就在这时 王公的有一场鸡松松跑了过来 还是听说了优奈才想来欠他一面的 毕竟之前拿到布丁的配方 还没有好好谢谢人家 结果这回又看在桌子上放的奶油蛋糕 看到国王的允许之后 破个尖再尝了一块 先是仔细观察蛋糕的外形 然后才插起一块尝了一下 好家伙竟然感动得流眼泪 没吃到蛋糕配合奶油会如此柔软 浓厚的奶油和果汁在甜美的口中绽开 简单就是艺术 雷里长当场想把优奈为师 想他为什么能做出这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优奈只好坦证 这都是他故乡的料理 反而激起了雷里长 想去各个国家吃不同料理的愿望 可惜国王是不会让他离开的 不过可以邀请其他国家来有人过来切磋一下 搞一个什么触光争霸之类的 那么这件事需要谁来负责呢 他当然是我们的冤大头优奈了 优奈只能让二人愿接下这个任务 作为回报 国王邀请他留在王宫吃饭 一世界的料理又一世界的好 优奈饱餐一顿 撑得一回家躺在了床上 两头熊的个人太想哭了 不知不觉就美美的睡着过去 最近吃了那么多好吃的 优奈感觉自己和小生的体重都有些危险 所以一大早带着他来做体操 所以在这时 费纳姑娘的话有没有收到信 原来迷莎小姐给他们俩寄了邀请韩 相信她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 费纳是第一次参加贵族小姐的生日会 不知道要注意什么 所以这会儿非常紧张 优奈就更加没有经验了 干脆带着她去找邻主询问 正好邻主和诺娜也收到了邀请韩 到时候他们就可以一起去了 另外就迫不及地拉着她去挑选礼服 优奈走路下来 询问邻主关于贵族生日过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优奈主表示 那些他们都会准备好 她和菲娜只需要准备 让弥莎高兴的礼物就行 话虽这么说 可优奈也不知道什么礼物 不能让弥莎高兴 难不成送个熊吗 突然她想到了什么 告别灵主去找了雪莉 希望她帮忙做两个 和熊鸡熊玩一模一样的玩偶 由于这种机会 雪莉当然不会错过 离开她说 吃得开始量尺寸 并保证五天之内帮优奈做好 因为她还会够在看店呢 再问的老板出了 安慰她不用担心店里的事情 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依靠他们 优奈也看着他们 已经快相处成了一家人 心里非常欣慰 就表示 这个熊玩偶 其实她想多做几套 感觉过人院的孩子们 也会非常喜欢 当然这个不用着急 可以慢慢的做 一切准备好后 优奈才想起来回家 却在家门口 撞进了怒气冲冲的菲娜 这才想起来 她刚刚忙着招呼雪莉 都忘了跟菲娜打声招呼 把人家一个人丢在灵主府 不过菲娜怎么可能 真的生她的气呢 稍微哄哄哄就行了 搞得优奈像个渣男一样 不过她提议 和菲娜一起做一个超大奶油蛋糕 所以菲娜的礼物送给米莎 不知不觉 快要到米莎的生日了 优奈和菲娜告别家人们 带着两头熊 随领主一驾踏上去西陵城的旅途 三个小孩子骑着熊 领主他们骑着马 速度大大提升了 到了傍晚停下来休息时 优奈直接放出了 自己旅行用的熊熊房 但两个侍卫 说什么也不肯进去 除了想到外卖站岗 还想跟自己的爱马 一起带到天明 看到那几个马 累得头都冒烟了 优奈有些自责 早知道不让两头熊 跑得这么快了 对佩里 敢拿出了自己 提前准备好的便当 请他们吃 他们和领主 则在小屋里 煮起了热腾腾的海鲜汤 赶路途中 还能吃到这种美食 就算领主以前 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甚至吃饱喝醋之后 还能洗个澡睡觉 不过第二天赶路途中 他们遇到一点小麻烦 其实哥布林 正在袭击一队马车 优奈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三两下就解决那些魔物 看见那家人 朝自己投了感性的目光 突然感觉这种事情 好像有点似曾相识 当初他就是这么救了 弥莎和弥莎的爷爷 接着 优奈有帮那家人 修好了马车 还摸了摸女孩的头发式安慰 只是没想到 他已经威命远扬 就连几个陌生人 都听说过他的名头 所以立刻就被认了出来 这位大叔是一个商人 正就被离开西陵城 去别的城市重新开店 双方聊了几句 就互相告别 没过多久 优奈他们就抵在了 大叔刚才离开的西陵城 却发现城里人都在盯着他们 准处来说是盯着优奈 毕竟他们一身 往往服侍的太过热眼 定着这样的目光 走了一段路 他们才抵在了米莎家的城堡 门口的女仆姐姐 已经宫口多时 米莎一听说他们来了 迫不及待的 从里面跑出来迎接 几个好朋友终于再次相聚 米莎介绍了朋友们 给家里人认识 距离她的生日还有六天 这几天 可以带着菲娜和诺亚 在城里好好逛一逛了 他们三个人 都是优奈后援会的成员 所以迫不及待的 想聚在一起聊聊优奈的事情 而优奈不放心 三个小姑娘上街 就到后面保护他们 结果这几个女孩 一个比一个黏人 直接在街上 扑到了优奈的怀里 搞得罗伦还以为 有熊袭击了少女们 殊不知是少女袭击了熊熊 应该是在回避什么之类的 偏偏有几个部长 也能过来找茬 一上来就嘲讽 米莎是穷酸的贵族 还说优奈是宠物 毕竟是人家的地盘 优奈只好忍了下来 最终这个小少爷口中 得知了一件事 米莎家里竟然要破产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小少爷才敢对米莎一气之舍 这下优奈可再也听不下去了 立刻站起来将米莎会在身后 不过对方有一个 看起来比较厉害的侍卫 当然这个侍卫 也不是优奈的角色 而周围的人 已经纷纷过来围观了 为了不对贵族家的人 小少爷只能怒气冲冲的 带着自己的首相们扬长而去 反正之后有别的机会欺负米莎 等他们离开后 米莎才说出来了容去脉 原来这个西陵城 分为东城和西城区 米莎的爷爷和小少爷父亲 分别掌管两个区域 同时作为领主 由奈将孩子们送回城堡后 去找了米莎的爷爷 告诉他们今天发生的事情 所以西陵城一开始 没有分成两个区 从上世代国王开始的 将城池分给立下战功的 两位贵族一人一半 所以这对城市有两位领主 一开始两家关系还行 可自从几年前 对家更换掌门之后 他们就习惯找米莎家的麻烦 除了之外 还收买了商户的会长 让他们掌管的西城区受到优待 这样一来 东城区的经济活动就并临停滞 税涉也降低了不少 所以那个小少爷才说 米莎家快要破产了 米莎的爷爷 想戒指的举办生日宴会 邀请各种大人物前来露脸 这样回去能改善一些 他们家当心的处心 领主过来也是为了表态 不过大人的事情 不应该影响到孩子 他们希望这个孩子 能够无忧无虑的玩耍 为此特地请了一位 非常厉害的厨师 结果花音刚落 女仆姐姐跑来汇报 说厨师长突然受到了重伤 又来赶紧跑去帮厨师长治疗 可是即便伤口恢复 这几天也无法的料理了 能做出这种事的 一看就是那个小少爷家 为了能让米莎家 在各种大人物面前丢脸 毕竟厨医 能和这位厨师相提并论的人 短期内事找不到了 领主就派侍卫 甚至帮忙寻找厨师 并没有把这事告诉孩子们 尤纳就回去陪着一个小朋友玩 没什么没过多久 领主又过来了 厨师却派寻找厨师的侍卫 被袭击了 说明他们或许一直被监视着 现在也就尤纳能解决 他们面临的危机了 尤纳早就做好了准备 这种肆意伤害别人的人 他绝对不会放过 立刻独自离开城堡 请往王都 将米莎家发生的事 告诉了国王和艾雷罗拉 和国王在一起的 还有宰相和王子 其实他们也知道 西陵城的现状 只是贵族之间的争端 王室一般没办法解决 这种事情 还是得米莎他的爷自己来解决 不过尤纳这次过来 并不是想请国王施压的 而是想借一下 他们的宫庆厨师长 不想生日宴会中断而已 如果只是这种事情的话 国王自然会同意 料理上也无法容忍 别人伤害厨师的手臂 这也可是健大厨师 尊严的逆反行为 所以他势必要帮自己的同行 找回厂子 最后就跟任务人家 一起回到了西陵城 没想到这两位厨师 还是老朋友 只是他们久违地并肩作战 两个人已经 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了 搞得忧耐 他们也开始期待 此次的生日宴会了 另一边 小少爷的老婆娘 还在那里得意洋洋 原来伤害厨师和侍卫的 就是白天跟着小少爷 那个护卫布拉德 这人原本是个冒奸者 是一个人 工会都非常头痛的人 现在沙尔巴德 也为自己 一向米莎的夜逼上举路 要不了多久 西陵城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殊不知 人家那边 已经请到了更厉害的厨师 此前之后 就是米莎爷爷的生日宴会 餐桌上百分两位厨师 精心制作的美食 沙尔巴德 作为西陵城的另一位领主 自然要过来庆贺 说白了就是想看笑话的 顺便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人支持米莎爷爷 等自己掌控西陵城 一定要收拾那些人 万万没想到 宴会的餐品竟然如此的美味 就连沙尔巴德 本人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他的儿子也被直接征服了 其他客人也纷纷赞不举口 但沙尔巴德 还是硬着头皮将盘子摔碎 指责米莎爷爷 竟然将这么难吃的菜 端上聚会 简直就是被抹黑西陵贵族的名声 对这种无理取耐的行为 米莎爷爷坦证 他们的厨师 的确临时遇到了一些事情 所以这些饭菜 是请别的厨师帮忙做的 故意没有说出来 请厨师的是王公的厨师长 让沙尔巴德当着重人的面 大骂这些菜和做菜的厨师 也觉得他按计划进行 沙尔巴德 还让他傻乎乎的 等别人硬核自己呢 这是厨师长本人出现了 听说你觉得我做的菜难吃啊 你觉得到底是哪里难吃呢 没想到沙尔巴德这么配合 不想把厨师长贬得意无是处 还连坐了他的雇主 听到这句话 厨师长也不装了 那我就把这些话 转达给我的雇主国王陛下吧 厨师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沙尔巴德也愣住了 其他人这才认出来 这正是王公的厨师长 还好他们刚刚没有来得及发言 只有沙尔巴德身边的几个贵族 露出了非常尴尬的神情 立刻跟在在零主割席 沙尔巴德也赶紧开口称赞 厨师长的巨大危机 就这么轻而易地的解决了 最后厨师长还为每个客人 准备了一份布丁 沙尔巴德回去后 就冲击那个不成绩的儿子撒气 让这个小笨蛋少爷一肚子火 决定自己给米莎他们的颜色瞧瞧 好家伙大人打不过就欺负贤人的小姑娘是不是 现在距离米莎的生日会还有两天 埃罗里拉也干脆从王都赶过来帮他们震场子 除了之外 他想看一下女孩子们穿上可爱漂亮的礼服 可惜优奈是不会脱下那身熊皮了 结果当天晚上 刚回房间就被菲娜和诺娜给围住了 说什么也要他穿上这条裙子 看起来一个小姑娘气得的目光 优奈根本无法拒绝 之后乖乖穿上那条裙子 这也是大家第一次看到脱下熊皮的优奈 虽然熊爪和熊爪都还保留着 毕竟没有熊熊装备的优奈 只是无力的现代小女孩 这算是她给自己留的保险 终于米莎十足的生日会开始了 参加这展宴会的都是他们家的熟人 在宴会上 优奈拿出了个菲娜一起做的大蛋糕 吃饱喝足后送上那里个玩偶熊 诺娜看到后嫉妒万分 为什么今天不是她的生日呢 优奈让他们放心 到时候大家都会有的 烟火一结束 优奈和优奈的三个高级干部 就悄悄聚在了一起 开始用秘密会议的名义 把优奈给制作了 但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正这个年龄的小孩 都是这个样子的了 完全没有想过 自己和那个组织有关 然后就一个人跑出去逛街了 却同然收到了菲娜出来的消息 断断续续的只能听见一句救救我 优奈立刻跑去 他们是要开会的地方 发现现场竟是一片狼藉 运奈们全都晕了过去 菲娜和诺亚看起来不省人事 甚至菲娜脸上 还有被伸巴掌的痕迹 优奈赶紧帮他们治疗 却突然发现米莎不在这里 这时菲娜醒过来 赶紧告诉优奈 黑衣人把米莎给抓走了 所以优奈救救他们的好朋友 刚好这时 米莎的爷爷和领主都赶了过来 优奈将女孩子们交给他们照顾 然后叫出两头胸 让他们带着自己 去米莎现在所在的位置 而米莎果然是被 那个城市不足 败市游的小少爷带走了 因为他看不惯谁 就把对方的孩子抓过来威胁 这样那些人就能乖乖听话了 这些孩子年龄都不大 等小少爷们离开后 米莎安慰他们 一会儿就有强大温柔的熊熊 来救我们的 笨蛋小少爷抓住米莎后 跑去跟父亲邀功 沙尔巴德当然知道 抓贵族的孩子有什么后果 恨不得当场给这小子来让一拳 然而还没等他思考出解决方式 优奈带两头熊闯进来了 一开始没打算跟他们客气 直接来到沙尔巴德面前 学米莎在哪 又这一会儿了 林祖当然还在纠结贵族颜面的问题呢 优奈拦了跟他废话 一击魔法弹就射了过去 留下一个震慑苏尔的眼神 带两头熊大摇大摆地闯了进去 不过他们好歹有个比较厉害的侍卫布拉德 布拉德和优奈展开了魔法对决 优奈一看这个变态就烦 让两头熊去解决那些炮灰打碎 自己一个人掏出名一双刀挡下了布拉德的攻击 两个人一来我往顺着就过了好几招 小帅在一旁下的四处乱窜 说好的布拉德是最厉害的冒险者 这么一个玩偶小棍子和他五五开了 只能说多少点看不起优奈了 背对布拉德就能躲开他的偷袭 而这个变态还让他炫耀 自己是怎么玩弄蹂躏菲娜和诺杨他两个弱小少女的 这更激起了优奈的怒气 去群冒险者也敢在我面前乘威风 随我一群将布拉德砸了个人羊马帆 回头看一下萨尔巴德 表示自己对贵族的斗争没有兴趣 他只是来找朋友米莎的 萨尔巴德赶紧退下责任 说都是他儿子搞的 结果那个傻儿子竟然把米莎拽出来当人质 布拉德都没了 这小帅自然是不堪一击 优奈知道楼上一半把他扇开了 米莎就知道优奈姐姐会来救他 所以现在反而非常开心 而萨尔巴德又把所有姑都推到了儿子头上 果然是有妻夫必有妻子 优奈看着老头也不顺眼 上去就是一拳 听到消息赶过来的艾雷罗拉 想阻止都无法阻止 好在优奈并没有下死手 还留了他们一条小命 接下来就是艾雷罗拉的事情了 让市民们将贵族们全都抓起来 他本来就奉了国王的命令过来视察的 没想到萨尔巴德还让那嘴硬 觉得反正他们也找到自己犯法的证据 不过诱拐贵族女儿这事是无法推脱的 为了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 萨尔巴德竟然宣布要和儿子断绝关系 只是米莎告诉他们 那个房间里还关着和他一样被诱惯的孩子 似乎是因为家里的人不顺从萨尔巴德家 才被抓起来的 这下人争无声巨在 艾雷罗拉干脆下令让士兵们 把旧的宅邸里里的外全都搜查一遍 想必能搜到不少萨尔巴德犯罪的证据吧 仅此一事 萨尔巴德在西林的权利 也可以被国王顺利成章的收回了 最后米莎放松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迟来的恐惧 抱着尤奈开始汪汪大哭 尤奈温柔地摸着他的头安慰 然后两人一起回到了家里 大家都在门口迎接他们 这下两家贵族欠尤奈的人情就更多了 说不知尤奈根本就不在乎这么人情 光是这些孩子的笑容 就足以成为他去救援的理由 之后沙尔巴德因为被发现了许多罪证 被王顾判处死刑 刺的笨大儿子 也失去了贵族的所有土地和财产 被赶出了西林 上回会长也被罢免 经济开始一点点的恢复 迷失的父亲 成了西林城唯一的城主 所有事情结束后 也到了他们分别的日子 三个小姑娘一起承载尤奈 说的是能为大家带来幸福的女神 因为跟尤奈认识的善良的人 都会变得幸福 恶人都会变得不幸 干脆给她取了一个称号 叫熊熊女神 而尤奈今后还将获得一世界 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